相信大家最近都见过这个APP 它就是现在爆红的新社交APPClubhouse 就连首富Elon Marks也一起玩 早前的社交移民潮大家就认识了 Mivi、Signal这些新的平台 最近另一个新的社交平台Clubhouse 也都开始在香港爆红 不过它就不是想玩就玩 一定要靠朋友邀请或者让朋友确认 才可以开到币 Clubhouse 和一般社交平台最大的分别 就是它不可以铺文字 亦都不可以铺照 反而是像一个互动版的电台 用家就可以开房做主持去开麦 房间就分成公开、半公开和私人的房 香港资讯科技商会荣誉会长方宝桥 接受访问的时候也是这样形容 其实Clubhouse 我的感觉好像电台的封烟节目 可以有几个嘉宾在这里说 跟着就是其他人去听 但同时间封烟节目通常只有一个人打他 就没有那么多人打他 在Clubhouse 上 主持人就可以邀请朋友一起开麦 如果听众想发表意见的话 就可以举手示意 等主持人开放了权限之后 就可以加入一起开麦讨论 现在因为疫情当中大家不可以常见面 很多朋友都没有机会聊天 开个Zoom好像太荒谬 有些人又不想见样 一开Zoom就说要化妆 又说要整个布景 整个家庭 太荒谬了 所以这个就似乎大家有空进去聊 不喜欢又离开 我觉得这个模式是挺方便的 有些人就说 威劳取暖都挺好 我认为了 方宝桥就表示一般的Facebook Live 用家只可以给like 甚至留下言 但是Clubhouse 里面 主持人和听众的距离更加近 甚至听众有机会被主持人邀请 一起进去讨论 所以这个就是比较吸引人的原因 我昨晚才成功开到币 似乎系统就会根据你选的兴趣 去推荐不同的 chat room 我昨晚就听了一班香港的科技人 去讲SIM卡实名仔这件事 另外我亦都在Explorer 里面 看到一些台湾 甚至是日本 不同国家的 chat room Clubhouse 都可以支援后台播放 那你就可以一路听一路做其他东西 即是当podcast电台这样听 所以突然间个人又不见了 或者要辞职 至于它的邀请制 我觉得虽然它差不多出现了一年 但是也要控制一个登场 因为有时你会发现 当App突然爆行 伺服器给不进 各样各样 反而会导致一些反效果 方寶橋亦都表示 现在这个邀请制 是可以避免出现大量的假币 会不会一直红下去 甚至乎我会觉得 加这个Clubhouse 会有机会取代到 将来电台做的东西 但是电波广播 始终是没有办法 跟这么多联众去做互动 一般的电台和电视台 都开始转用社交媒体做Live 当然也要看看 究竟那个Clubhouse 那个business model 如何会令到它将来生存 记得订阅果子啦 记得订阅果子啦 还要按下小钟仔